主料,滴粉250克,胡萝卜泥125克,酵母2.5克,辅量,盐2克,糖35克,白醋,清水,准备时间,移到两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将红萝卜泥放入面包机里,加入糖,盐,滴粉,再撒上酵母,启动面包机,搅拌成团食,再放入适量的白醋, 继续搅拌至光滑面团,搅拌的时候,大概15分钟就OK,让面团在面包机里进行第一次发酵,基本发酵完成后,面团膨胀至原来的两倍大,则发酵完成,取出面团,重新揉成光滑的面团,然后将面团分割成7到8等份,改成圆片,对折起来,放在碟上,锅里注入冷水,将碟放在上面, 将该进行室温醒发,室温22到26度,醒发时间约30到35分钟,醒发完成时,生坯膨胀至原来的1.5倍大,拿在手上有种轻盈的感觉,则醒发完成,然后用筷子在包子上压两条痕,冷水下锅,大火煮沸后,转中火,蒸15分钟,吸火后3分钟, 打开该取出即可,烹饭技巧,言语教母不要直接接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